放下来开始啊 各位评审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306班 洪宁志 我的演说的题目是 我最喜欢的运动 第一次 看别人玩舌板的时候 我简直不敢相信 竟然有人 可以在前后 只有一个轮子 看起来摇摇晃晃的板子上 保持平衡 脚就像是粘在板子上一样 快速的前进 突然间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我想 如果我也能站在手板上 让所有人对我 投意崇拜和羡慕的眼光 该有多威风啊 爸爸看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就答应送我一看舌板当礼物 拿到舌板以后 我信心满满的站在舌板上 没想到立刻就四脚朝天摔在地上了 痛死我了 怎么回事 滑舌板不是应该很简单吗 我不服输 一摔再摔 不 我是说 一试再试 却没有一次成功 爸爸看着垂头丧气的我说 你要不要先观察别人的动作呢 光有努力是不够的 有方法才能事半功倍哦 经过他这么一提醒 我开始揣摩那些舌板高雄们的动作 先把左脚踏在舌板的前端 再把右脚当作船脚向前滑呀滑 等到速度够的时候 再把右脚收到板子的后端 耶 我真的站在舌板上了 爸爸跳了起来 兴高采烈的帮我计时 结果我竟然在舌板上停留了超过十秒钟 从此我就迷上了溜舌板 放学以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 不是写作业 也不是复习功课 而是抓起我心爱的船板 冲到操场 先透透快快的溜一下再说 渐渐的我掌握到怎么用脚掌和腰的力量 一边保持平衡 一边快速前进 让风在我边呼呼作响 我还学会了怎么巧妙的移动身体的重心 随心所欲的穿梭转弯 做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动作 您也想学舌板吗? 下次在操场上看到我的时候 欢迎您叫做 我会很高兴更仔细的告诉您 怎样才能享受溜舌板的乐趣 我的演讲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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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